感谢主又来到我们所喜爱的欢欣的安喜圣日 让我们在这个安喜圣日当中 一起来敬拜天上的真神 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家庭 但是我们愿意来敬拜天上的真神 愿主耶稣的福气恩典 大大的临到我们身上 今天小弟要用逃避 来做我们彼此之间的勉励 一般人来说 逃避是一句比较负面的用词 比如说逃避现实 不愿意去面对眼前的困难跟问题 他选择逃避 因此有人说 这样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 是软弱的表现 我们应该要积极地去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然而从圣经的一个角度 来谈这个逃避 它是有属灵的含义 跟正面的意义 因为逃避这个字眼 含有逃走躲避 含有寻求安全 跟避免自己受伤害 含有消失的意识 也就是避免自己在这个地方 来得罪神 来犯罪 选择消失 选择离开 因此逃避 有属灵的一个角度 是一种智慧 也是一种保护 可以保守我们的信仰 不是跌倒 不是失败 也能够免得将来神 一个愤怒的刑法 上午我们一起来探讨 我们要逃避什么 首先我们来翻开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四节 第一个我们要讲到 逃避世俗的 争辩与虚谈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四节 在新纪圣经的三百零三页 十四节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原以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我们跳到十六节 但要掩蔽世俗的曲坛 因为这等人 必进到更不尽浅的地步 这里保罗勉励提摩太 要逃避世俗的争辩跟虚谈 因此保罗用嘱咐这个字眼 表示非常的重要 郑重地吩咐提摩太 不可谓原以争辩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 有很多的事情都跟真理无关 既然跟真理无关 我们就不用为这样的事情来争辩 真的你死我活 甚至真的伤了和气 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 不要在言语上来争辩 当然如果今天他讲的是真理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要极力地来争辩 因为真理是不拢退让的 不容妥协的 我们要为真理而战 我们甚至要捍卫真理 就好像圣经所记载的 这些使徒一样 能够为神的一个福音来争辩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 无关真理 我们就不要去争辩 因为每个人看见一件事情的一个角度不一样 当然结果也不一样 就好像有一个国王叫了几位的虾子 因为虾子没办法看见 国王就分布几位的虾子来摸这个大象 然后摸了大象 要跟国王禀报 你们人为大象像什么 第一个虾子去摸大象 他摸到大象的一个鼻子 他就跟国王说 大象就好像圆圆的长长的 第二个虾子去摸大象的背 这个背是平平的 有一点软软的 他就跟国王说 就好像我晚上睡觉的这个床一样 软软的 第三个虾子就摸一摸 摸到大象的尾巴 他就跟国王说 这个大象就好像一条绳索一样 长长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每个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样 每个人摸到的一个部位都不一样 但是终究不是全面性的 所以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迷失 只有神是全能的 因为他可以看到全面 我们只有看到 我们说的一体两面 或者一体四面而已 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 当然我们的答案也不一样 因此保罗就提醒提摩泰 在很多的言语当中都无关真理 我们不需要为这个言语去争辩 去浪费时间 而且伤了和气 伤了和睦 再来他这边也告诉我们 这是没有艺术的 只能败坏 像如果是在教会的 听到这些没有造就的话 就是败坏信徒的信仰 败坏信徒的一个灵性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为什么有少数弟兄姐妹 会对我们教会有一些不满 也就是因为 原意伤害到他 甚至他不愿意继续来教会 离开了教会 当然我们觉得说很可惜 因为我们的信仰 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 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身上 当然每个人的一个信仰的程度 都不一样 我们希望 期望每一个人程度 能够坚固 都能够建立在真理之上 但是还是有少数的弟兄姐妹 很软弱 有的听到一句话 不高兴 那就从此不来教会了 但是我们个人 要尽到我们的本分 不要在言语上争辩 也不要在言语上 让人失败跌倒 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在言语争辩 无关真理的事情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败坏这些听见的人 对听见的人 没有造就 没有益处 再来我们看十六节 十六节 但要掩蔽世俗的虚谈 因为这等人 必进到更不尽全的地步 这边讲到 掩蔽世俗的虚谈 就是不尽全的理论 世俗代表人的理论 不是神的理论 只有神的话 才是真实的 才是全能的 才是没有瑕疵的 这边告诉我们 虚谈 就是不尽全的一个理论 或者 这个不尽全的理论 会让人的心污秽 不再甚解 因此保罗说 这样的人 要进到更不尽全的一个地步 这样的人 他会越来越败坏 而且越来越污秽 而且越来越凶恶 甚至硬着心肠 违背真理 到后来的结局 就是灭亡 就是沉沦 我们看看我们最近的一个社会现象 我们就知道 在疫情当中 太多的一个口水战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 满口都是咒骂苦毒 我们来看 罗马书的第三章十三节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在原理上 行为上要分别为圣 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 我们看到种种的社会现象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这种环境或多或少 都会影响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 借着神的话语 来照镜子 来洁净我们的心灵 借着圣灵的能力 来不断地更新我们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三章 十三节到十四节 在新约圣经的212月 罗马书的第三章 十二节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十三节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鬼葬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十四节 盲口是咒骂苦毒 他这边告诉我们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我们知道坟墓里面 装着是死人的骨头 身体都虎化了 也代表内心的腐败 污秽 而且这边告诉我们 舌头弄鬼葬 弄欺骗 玩弄这个舌头 来欺骗 来欺红 来诡诈 从他的言语 发出诡诈的一个话语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这边告诉我们 传递骇人的毒术 这个嘴唇就好像 毁舌的毒气一样 将这个不好的事情 公读一次 传来传去 十四节说 盲口都是咒骂苦毒 这个就是我们 社会的一个现象 我们说教会 跟社会是有分别的 而且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可以跟他们 同流合污 我们要从中分别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显出 我们信仰的价值 我们的信仰价值在哪里 从这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跟一般世俗的人 是截染不一样的 因此在雅各书 雅各长老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一口两舌 我们用嘴唇来颂赞 天上的真神 我们也用嘴唇来咒骂 这些造成形象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一口两舌 我们的嘴唇 它的架子在哪里 当它颂赞天上的真神的时候 它的架子就会显出来 它是高尚的 它是圣洁的 如果今天他讲出来的话 是咒骂的话 不造就人的话 那就是污秽了他的一个嘴唇 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三章那边 有告诉我们 我们用舌头送在那为主为父的 用舌头咒骂那照着神形象的 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这是非常极端的话语 送赞天上的真神 或者造就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却仍然去咒骂造神形象的人 这是不应该的 这是非常两个极端的话语 不应该从我的口中来讲出来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属天的子民 我们要超越世上的人 我们要学习五圣徒 我们来看诗篇的三十九篇 这一篇是大卫所写的诗歌 诗篇的三十九篇 第一节 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绝缓 勒住我的舌头 这边告诉我们 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更能够尊敬神的话语 这边他提醒自己 要谨慎自己的言语跟行为 再来他说到 免得我的舌头犯罪 最怕的就是得罪神 同样的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怕得罪神 得罪神之后 神的愤怒就会临到我们身上 甚至到后来神要弃绝我们 我们最怕得罪神 但是我们要学习圣经里面的话语 第一个大卫讲到 谨慎自己的言语跟行为 我们的言语跟行为能够造就人 是不是讲出不好的话让人跌宕 第二个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为什么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怕得罪神 尤其在什么的一个情况之下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绝款勒住我的时候 尤其在恶人的面前 恶人所说的话 口无责燃 满口的仁义道德 但是里面产生了许多的一个 诡诈污秽 还有欺骗 有时候会激动我们的不满的情绪 甚至激起我们的愤怒 当他激起我们的愤怒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一样一起犯罪 那我们跟恶人有什么分别 所以大卫在这边说 尤其在恶人的面前 要特别谨慎自己的原因跟行为 免得被恶人来激动 来发怒 甚至来得罪神 因此在这个末世当中 这个不法的事情争多了 这个人的言论 言论自由 太过自由 讲出的话 不用负责任 常常都会影响到我们基督徒 但是我们要回归到圣经 我们要按照真理而行 我们这样子才有一颗平静 安稳的心 否则我们会陷入这个苦毒 认为这个社会不公不义 当然社会本来就是不公不义 因为他们没有明白 圣经里面的道理 我们基督徒 我们已经明白圣经里面的道理 我们更加要活出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落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也避免我们心中产生这个苦毒 心中产生这个不满 导致我们的心情受到影响 刚刚小弟友讲到 我们要超越 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 赏识给我们力量 第二点 要逃避什么 逃避拜偶像 当然人有拜神的天性 他们常常说 心诚则灵 却拜错了神 真的很可惜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 心灵跟诚实就是要用真理 用你的灵 用你的真理来拜神 所以我们常说 要查考真理 我们不是说要研究真理 我们不是说要研究圣经 我们要去查考真理 从查考当中 让我们知道如何敬拜神 让我们知道 怎么去做 律行神的话语 当然我们不会去拜 这些有形的偶像 在哥林多前书的 第十章十四节那边 告诉我们 我所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不会去拜有形的偶像 甚至看到偶像 我们就会觉得很恶心 但是我们会拜什么 会拜这些明星 求星 歌星 或者你将一个人 把他神格化 这个都是拜偶像的一种 这个叫做无形的偶像 其实人心里面存着一个 崇拜英雄主义 在自己的心中 总是有一个粉丝 其实从圣经当中 也不难发现 像哥林多教会 就是这样子 他们为什么分争结党 因为自己心中 有自己喜好的一个偶像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的 一章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的一章 十二节 在新一圣经的 两百二十九页 一章的十二节 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十三节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 钉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 受了喜吗 十五节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 受喜 这边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哥林多教会 为什么分争结党 原来有自己的 崇拜的一个对象 有人崇拜保罗 有人崇拜亚波罗 有人崇拜彼得 有人说 我是属基督的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教会里面 起了分争 没办法合一 就是因为 信徒当中 有崇拜英雄 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 是不好的 甚至让那个人 有时候因为 觉得比自己 比别人好 起了骄傲 就会容易跌倒 所以我们要特别地谨慎 在将会里面 哥林多将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保罗就说 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 难道保罗为你们 钉在十字架吗 难道亚波罗跟彼得 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当然不是 只有主耶稣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而且主耶稣钉在十字架 才能够显出 救恩的一个宝贵 因为主耶稣是无罪之身 无罪之身 才能拯救我们 这些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 钉在十字架 没办法拯救人 只有主耶稣 所以因此保罗 在这边跟哥林多 教会的信徒书 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 当然基督是合一的 常常吩咐使徒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不可以分争结党 不可以分争结党 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 我们不可以崇拜英雄主义 我们在我们心里 我们不是某某人的粉丝 再来现代人会沉迷这个金钱 也就是我们说的拜金主义 金钱至上 借着这些金钱 来享受丰富的一个物质 来享受很大的一个 自己让自己的心中快乐 或者肉体快乐 就好像圣经所记载的财主一样 财主每天奢华业乐 他的工作就是奢华业乐 没有去尽到他的责任 财富业大 从圣经的角度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责任业大 你的责任是什么 要去照顾究竟那些贫穷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财主 在世上只有看到自己 只顾自己的事 只顾自己的享受 只顾自己的财产 天天奢华业乐 没有看到这个拉撒路 全身生了毒窗 被人家抬在这个门口 没有看到这个拉撒路 在这个饭桌底下 跟这个狗来争食物 所以 现代的一个现象 拜金主义非常的盛行 就是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 肉体的一个享受 我们来看 《庭文太全书》的六章第九节 顶不上《庭文太全书》的六章第九节 第九节 在新耶圣经的三百灵页 第九节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益里 教人曾在败坏和灭亡中 第十节 贪财是妄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 离了真道 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 十一节 但你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 尽且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十二节 你要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 辞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这边 保罗再次提醒体摩泰 在当时的一个世代 有人就是半斤主义 以这个金钱为至上 所以在第九节这边说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当中 这个迷惑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网罗 就好像猎人 设下这个陷阱 来等这个动物掉入这个陷阱里面 一旦动物掉入陷阱里面 很难逃出来 很难逃生 就把他们控制住了 绑住了 陷在里面 落在这个网罗和许多 无知有害的一个思义里面 而且教人曾在这个败坏 害灭亡当中 其实他的结局就是败坏 就是一个灭亡 第十节这边说 贪财是忘恶之根 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熟悉的 有人贪恶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这是最可怕的 我们好不容易被神来玄召 我们也愿意相信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 是独一的真神 是全能的神 但是我们却被金钱迷惑住了 迷惑住了 到后来就离开真道 或者在遇到生活的困境 当没办法生存的时候 就会想到 这个信仰一点价值都没有 也没有帮助我 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个苦难 困境 有时候极少数的信徒 有这样的一个软弱 其实信仰是帮助我们的 成为我们随时的一个力量 但是在苦难当中 在试炼当中 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 他将他的信仰卖掉 他就好像犹大一样 把主耶稣卖掉 为什么他会把主耶稣卖掉 难道主耶稣没有提醒他吗 提醒到最后洗脚礼的时候 再次的提醒他 已经没办法叫醒了 因为他已经陷在迷惑当中了 一个人陷在迷惑当中 怎么叫醒都叫不醒啊 什么时候醒悟过来 已经将主耶稣卖掉了 主耶稣已经被定罪了 为死已晚了 太迟了 因此犹大就上吊自杀 非常的悲惨 上吊自杀从上面掉下来 肠子都流出来了 我们是神的儿女 其实在现今的时代 有很多的挑战 有许许多的诱惑跟试探 还有这些病毒的一个清劳 我们如何守住我们的信仰 其实越来越不容易 如果你不亲近神 如果你每天没有祷告的时间 没有读圣经的时间 没有灵修的时间 真的很危险 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冲走 所以感谢神 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北区的国高中的学生礼恩会 如期的几开 当然我们不是实体的学生礼恩会 我们全部都改为线上的学生礼恩会 因此我们从礼拜一 一直到礼拜五 都在线上 而且我们有开会式 我们台北小区 我们台北小区 我们的学员 初中级班的学员要知道 我们台北小区的避会式 是明天的一个上午 我们是联合的避会式 在这个一个礼拜当中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教员 非常地用心 教一谷带领这些教员 非常地用心 这些学员在线上也非常地认真 来聆听得救的真理 当然课程也有一些有讲到网路 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讲到 要逃避少年的诗意 在约翰艺术的第二章那边有告诉我们 因为防事上的事就像肉体上的情意 眼目上的情意 今生的骄傲 不是从神而来 是从事迹而来 这个就是少年的一个诗意 也就是保罗吩咐提摩泰要逃避少年的诗意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也有一个网路的分享 网路这个世界非常地精彩 但是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陷在这个迷惑当中 因为我们会发现到 我们打开网路很方便 不管是笔电 桌上行电脑 或者是手机 一看 有时候突然会蹦出来 这个色情的广告 色情的影片 我们如何要面对 圣经告诉我们 逃避 面对情意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 能够面对面来胜过它 没有办法 因为人带着罪信 而且人都希望放纵自己的肉体 享受在这个罪中之热 因为人从小存着这个恶念 所以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罪就会恋慕我们 甚至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 罪就会挟制我们 就会控制我们 做坏事 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因此我们不得不谨慎 这个野木的情意 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 就好像耶博 跟自己的眼睛立约一样 那为什么要跟自己的眼睛立约 怕自己的眼睛得罪了神 而且在当中也谈到这个网络 非常的复杂 网络货物竟然是一场诈骗 还有这个线上的游戏 还有这个线上的一个交友 甚至这个社寝暴力太多了 感谢主 我们的学员都能够很认真的 来收看这个线上的一个专题 但是我们要时时地提醒我们自己 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 保守在神的爱中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得 仁爱 和平 这边告诉我们 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我们信徒不要说 我已经年纪大了 我没有少年的私欲 其实这个少年的私欲 不是只有少年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欲 是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 才会跟着离开的 是一生一世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是活在最终的 我们都有七期六亿 比方说我免疫了 就好像打疫苗一样 我已经打疫苗了 我已经打两次了 打三次了 我已经免疫了 其实还有可能再染疫 所以这个情欲的部分也是一样 它是一辈子跟着你 一直到你离世 不要说我年纪大了 没有七期六亿 当然是比较少 年长者是比较少 欲望比较少 肉体上的情欲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当然有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有极少数的信徒 到后来在年长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在年老的时候失败 犯了第七届 犯了淫乱的罪 为什么 因为这个情欲的事情 是跟着一辈子 所以我们也要小心 也不要说今天自己长得很丑 就没有这个失恋挑战 都有了 所以我们只要活着一天 这个失忆不断的激起我们的欲望 叫我们去犯罪 叫我们去犯罪 雅各苏第一章那边也告诉我们 他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失忆牵引诱惑 失忆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就长成就生出死来 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 我们会被自己的失忆牵引诱惑 会被自己的七倾六意来影响 来去犯罪 所以我们要耶稣我们自己 保守在神的爱中 尤其站在这个真理上面 来不断的灵修自己 为什么要逃避少年的失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 他不是属血气的 我们的敌人是空中 掌前的一个恶者魔鬼 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提醒门徒 逼得逼得啊 魔鬼要塞你们 就好像塞麦子一样 魔鬼无时无刻都在盯基督徒 他不会去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因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将来就跟他一样 一起沉沦 一起灭亡 一起下地狱 但是基督徒会得救 所以他处心激励 虎视眈眈的看基督徒 魔鬼的对象就是基督徒 把基督徒拉下来 跟他一样一起下地狱 我们来看这一节 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一节 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主又说 西门西门 撒旦要得着你们 好塞你们 像塞麦子一样 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魔鬼无时无刻 要塞我们 就好像塞麦子一样 把我们拉下来 要跟他一起下地狱 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 自己的言语跟行为 在事实上 我们有眼目上的情意 肉体上的情意 今生的骄傲 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 都有提醒学员 要将自己的软弱 在每次的祷告当中 跟主耶稣讲 求主耶稣帮助 求主耶稣借着祂的话语 借着圣灵的能力 来洁净自己 来更新自己 所以我们要常常地提醒自己 因为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 再来我们要逃避引醒 包括这些同性恋 同性恋 我们来看 迪萨洛罗尼迦全书的第四章第三节 迪萨洛罗尼迦全书的第四章第三节 这也是我们这里拜的一个主题 从迪萨洛罗尼迦全书第一章 一直到第五章 第四章 这边特别讲到 我们来从第三节来看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姐 掩蔽隐形 第四节 要你们个人晓得 怎样用圣姐尊贵 守着自己的身体 第五节 不放纵私益的写起 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那这边告诉我们 今天主耶稣选招我们 成为神的儿女 神的门徒属天的子民 我们要去思想 神的用意是什么 要我们成为圣姐 尤其是在这个 汪区被扭的世代当中 我们更要成为神 无瑕疵的儿女 能够明光照样 而且用这个圣姐尊贵 守住自己的身体 守住自己的身体 而且我们也知道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我们再翻开 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 十八节 那边也告诉我们 你们要逃避隐形 人所犯的 无论是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形影的是 得罪自己的身子 那这边告诉我们 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逃避隐形 为什么要逃避隐形 他这边讲到 人所犯的 无论是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同样是罪 可是都是在我们的身体以外 什么罪 比如说 你偷窃 你偷窃 偷别人的东西 是我们身体以外的事情 比如说 你设下一个假见证 来陷害人 也是一个外在的 你比如说 贪恋别人的房屋也好 或者一切的财产也好 这也是外在的 外在的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人所犯的罪 无论是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但是呢 当然这个都是罪 但是说 他继续说 唯有形影的是得罪自己 只有淫乱的人 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是众将买来的 是借着主耶稣的生命 借着主耶稣的保险 把我们赎回来的 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 我们要分别为圣 只有淫习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当然更是得罪天上的真神 但是我们要学习这个约瑟 约瑟他面对情意 他选择逃避 我们来看创世记 来看创世记 我们约瑟的故事非常的熟悉 我们再看一下 创世记的三十九章 创世记的三十九章 第十节 在就约圣经的五十页 创世记的三十九章 第十节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与他同情 也不和他再一处 十一节 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 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子里面 十二节 妇人就拉住他的一嗓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把一嗓丢在妇人手里 跑到外面去了 你看约瑟 他是不是一个软弱者 逃避 跑到外面去了 不是 约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此一个属灵的人 能够看透万事 能够站在神的旨意 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因为在他心中这是大恶 他选择什么 选择逃避啊 赶快跑啊 所以在第十节就告诉我们 天天和约瑟说话 这个约瑟不听从 我们说三部政策嘛 也不跟他同情 也不跟他在同一个地方 最后 遇到危险的时候啊 赶快逃啊 属灵的生命重要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约瑟的地方啊 逃避 有属灵的含义啊 能够拯救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 将来才能够承受天国永远的一个福乐啊 当然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啊 我们有讲到这个同性念的议题啊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同性念是否为先天性的遗传啊 到目前医学还没有完全的证实 或者有一定的一个结论没有啦 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 神造难造你 就很明确啦 非常的明确啦 造难造你啊 非常的明确 他不是造两个难的两个你的啦 当然这是老生常谈啦 但是我们要再一次来确定啦 如果啦 即便啦 到后来 这个同性念是天生的 医学证实说这是天生的 不必然是正常的行为 不必然是这个正确的行为 我们要回到圣经啊 圣经是我们唯一的规范 唯一的一个标准啊 我们不能任凭让它自然的发展啊 甚至啊 让它合理化 正常化 这是不对的啊 这是违背神的真理啊 你看看先天性的罪啊 先天性的罪有很多啊 你为什么会说谎 这个就是先天性的罪啊 你为什么会贪恋 贪恋别人的玩具 贪恋别人的车子或者什么东西啊 这个也是先天性的啊 这个也是先天性的啊 你为什么会讲张话 这也是先天性的 为什么 我们从小人就存着恶念啊 像这种 我们不可以它合理化 正常化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同性念一定是罪啊 它一定是罪啊 如果一个人不承认 如果一个人不承认同性念是罪啊 它永远就是沉沦啊 永远被这个罪捆绑 他不会面对罪来先战啊 他不会克服 他认为这个是天性的啊 他就不会说想办法 把它改掉啊 或者改变自己的行为 不会 他永远就是被罪捆绑 现在罪中里面啊 很可怜啊 到后来的阶级 沉沦灭亡啊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啊 当然同性念 圣经的角度是罪 但是我们要怜悯 被罪捆绑的人 他被这个罪捆绑 我们要怜悯 所以要接受圣经的一个教导 所以我们说比较积极的一个做法是什么 我们要传福音给他 甚至让他来到教会 听道理 听圣经里面的道理啊 让他明白 让他有一个谦卑的心 悉心来领受 认罪悔改啊 放掉这个以前被罪瑕疵的一个生活 脱离这个同性恋啊 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啊 免得被引诱影响 我们要小心 但这种的我们都要小心啊 我们更不应该参加他们的 同性恋的这个派对啊 或者婚礼啊 因为圣经有讲到 不要在他的恶上有份 因为这个是圣经的记载 也不是小弟讲的 按照真理同性恋就是罪 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 只是说我们要怜悯 因为他是被罪所捆绑 我们要传福音给他 但是如果我们没办法传福音给他 或者我们传福音给他 他也不相信 甚至取笑我们 我们就离开他嘛 所以就好像有些学眼分享 就远离他 逃避他 为什么 怕他影响我们啊 我们该讲的 我们该进的本分已经进了 可是他仍然是这样子啊 没办法改变啊 他也没办法 谦卑下来来听你讲话 讲圣经里面的道理 所以这个逃避啊 我们国高中的学员啊 渐渐长大 我们从圣经当中啊 来建立我们的信仰 来建立我们的祷告生活 我们的灵修生活 藉着圣经的一个规范 成为我们成长的唯一的标准 唯一的根据 让我们走在这个天果路上 能够遇到不同的环境啊 都能够胜过 因为传道的世代 跟你们的时代 跟你们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环境是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你们的挑战是 比我们还要多啊 求主耶稣施恩怜悯保守你们 我们一起来唱赵美诗一百七十七首 一百七十七